她的催眠术可以让女生的户部承受两倍于自身体温的压力 她在两分钟内催眠动物却称这是小技巧 究竟是技术高超的魔术师 还是人体未知领域的探索者 催眠治疗师徐靖东 好了 把你的手按住我的手掌上面 好了 现在看着我 看着我的声音 当我数到山的时候你就完全放松 然后闭散眼睛 好 完全彻底的放松 然后现在用力按 用力按我的手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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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用力 用力看着我的手 用力 用力 再用点力 再用点力 快 再用点力 用力 一 二 三 闭散眼睛 然后去感受到你的放松 接着同样 开始让你的身体变得僵硬 僵硬挺直的状态 僵硬挺直 僵硬挺直 让你的每一个关节都变得僵硬 让你的双手握拳 双手握拳 双手握拳 变得僵硬挺直 你的腰部也变得僵硬 像个铁板一样 你的膝盖也变得僵硬 完全的僵硬 彻底僵硬 在催眠式的反复暗示下 90%的被催眠者 肌肉会收缩 紧绷 身体变得僵硬 而另外10%的人 则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 好 然后我们将把力 缓缓地放下 缓缓地放下 保持僵硬挺直的状态 对了 好 保持僵硬挺直的状态 继续继续保持僵硬挺直的状态 去让你自己的内心的潜能 激发到极限 放大 也相信自己 可以做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OK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你究竟可以去到什么样的程度 去感受你的整个的腰部 就像个钢板一样 你可以去做到所有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现在这个体重只有41.5公斤的被催眠者 腹部将要承受两倍于自己体重的压力 保持僵硬挺直的状态 对了 保持僵硬挺直的状态 好了 上 可以 yes 保持僵硬挺直的状态 然后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的一切 然后相信你可以用这个能量去创造一下创造的任何的成果 只要你的头脑当中只有一个意念 只留下了最后一个意念 一个专注点 只有一个东西在吸引你 那就是这些状态 就比方说像咱们如果这段节目 如果吸引了这个观众的话 现在正在看电视的观众 你已经进入到催眠状态了 徐静东 上海第一位职业催眠治疗师 美国NLP执行师协会和催眠师协会认证的受证导师 2002年 他首次将美国催眠治疗课程原版引进到中国大陆 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创与了银性成长学 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利用催眠技术 帮助人化解负面的情绪 创造积极向上的信念 催眠会突破人体极限吗 进入催眠状态后 人会丧失自主意识而被催眠师控制吗 在徐静东的催眠治疗师培训课堂上 有这样疑问的人往往会被推荐去看2003年的香港电影双雄 催眠本身来说 它是一种生理现象 就是似岁非岁半梦半醒的状态 那么你如果听由他下去 他肯定进入到催眠状态 被催眠师的语言或者行为诱导下 他的意识处于相对狭窄状态 从而有较强的被暗示性 你要原谅自己 就在心底 原谅自己 原谅自己 2003年上映的香港影片双雄 其中黎明扮演的心理医生 利用特工苏文健的一次痛苦经历 将奉命保护名贵钻石的他诱导进入催眠状态 完全受到控制的苏文健 按照心理医生的指令 主动搅出了名贵钻石 我的钻石去哪里了 你都干得去什么 你回答我 回答我呀 那个电影把催眠师已经神化了 那个催眠技巧 如果只需要这样一个小小的图网 或者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把它导入到这样的状态 那已经不是催眠 那是置换状态 置换的状态 置换状态的话 往往需要一些化学药物才能达得到 催眠目的第一 就是催眠到底会不会违背人的根本意志 就有人最害怕的是 你把我催眠了 结果我做了一些我原本不想干的事 判断能力是基于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这些基本的原则 就是对他自己的成长是否有利 对他的安全是否有妨碍 比如说我们做最有意思的实验是 人在催眠状态之下 到窗户那之后 说让你往下跳下去 他会站在窗户那地方 他就忽然醒了 从催眠状态下脱离出来 因为这才跟他自己的身体内部的 根本的这种意志相违背 他就会突然进行 一定是这样 但是有一种情况之下 就是如果你的潜意识里边 你有一些想法 原本有些只是不过被你意识盖住了 在催眠状态下 他可能会表现出来 那像刚才那种人说 如果前一日份来 他就想跳下去 他原来一直就想跳 你这样一催 他有可能就跳下去了 看来即使已经身处催眠状态 决定权也仍然在我们自己手中 关于催眠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只有那些能够催眠动物的人 才是催眠高手 事实的确如此吗 从来没有催眠过动物的徐静中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 决定尝试一次动物催眠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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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 大声 大声 水 水 是很安全的 放松水晶 这看上去好像有点神奇 这只鸡怎么突然之间 安静下来了 其实 这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他的催眠术 可以让女生的护肤 承受两倍于自身体重的压力 他在两分钟内催眠动物 却称这是小技巧 究竟是技术高超的魔术师 还是人体未知领域的探索者 催眠治疗师 徐静东 零八 笔克星凯月 有兴趣 兴趣激励法 快乐爱学习 步步高iBOX学习机 鸡皮疗狼男装 北京四中网校 这只成年的母鸡真的被催眠了吗 难道动物也能接受催眠师的指令 显然不可能 科学已经对此做出了解释 小动物在体积比它大得多的人类面前 很容易感到恐惧 数千万年进化得来的小技巧发挥了作用 它们会假装死亡来麻痹敌人 做催眠表演的人往往利用动物的这种本能 会选择蛙类与兔子等相对安全和容易控制的动物 咱们把它催眠了 让它老湿下来 蛤蟆 蛤蟆看着我 等一下让你放松下来 让你好好安静下来 躺会 休息一下 对了 放松 放松 对 放松 开心一点 放松 放松 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 轻热地对它 收一下动物也都需要按 然后它就会放松 很配合 如果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在有些睡眠不了解的情况下 大家哈哈一乐起到这个作用 它没有任何治疗的作用 它只是娱乐罢的 完全只是娱乐 我的老师跟我说 作为一个催眠治疗师来讲 你的催眠永远是跟着治疗的 你如果不做治疗的话 你不能做催眠秀 徐靖东一直反对在催眠表演上下功夫 他认为 正是那些在舞台上 以表演为生的催眠师 给催眠术带来了不好的声誉 催眠术根本不会放大人类自身的能力 这些误解才导致了催眠技术一直以来 没有大张旗鼓的在社会上面得到广广的推广 这些特别的传播 那么你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这是另一个看上去非常神奇的催眠现象 接受催眠的人手握两支同样的温度计 在进入催眠状态以后 一个平常很难解释的现象发生了 在催眠式的不断引导下 接受催眠的人开始感觉一只手冷 另一只手热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温度计也测到了两只手的温差 这冷的手32 2度 太明显了 非常明显 34 这还下几个 这32 这34 还在下 这是冷的手是吧 哦 哦 哦 多少 31.5 31.5 我得报数吧 31.5 这是冷的手 31.5 这是热的手 热的手 现在是 哇 34 实际上 这并不是催眠式的超能力表现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之所以很难做到两只手温度有差异 主要是因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 人的意识很难集中 而进入催眠状态后 人的意识会排除所有的干扰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两只手上 当你在内心反复想象有一只手在火炉上或者在冰天雪地里时 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 只要反复练习即使不进入催眠状态 普通人也可以做到 我们可以不必再去执着或者再追求催眠秀了 我们更多夸张的去让催眠秀展现在大天广众之下 只能让大众对催眠技术必要远值 催眠治疗的环境需要安静 灯光要柔和 坐的位置要舒服 环境的温度适中 整体上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催眠治疗一般有两种椅子可以选择 一种是带扶手的靠背椅 还有一种是身体可以放松 轻角在三十度左右的椅子 但是催眠治疗时绝对不可选用松软的沙发床 因为那种条件下人很容易进入睡眠状态 用催眠可以帮助人比较快速的进入深度放松状态 这确实是催眠的其中一个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在催眠这个整个作用里面是这么一个小 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 所以催眠不等于睡眠 催眠不是让你去睡觉的 绝不是 甚至我们强调说在催眠治疗的时候一定不让他睡着 一定不让 睡着要让他醒吧 你要把他晃醒或者摇醒才可以 要睡着的话 就不知道你催眠是到底想什么的 而在催眠上来是他的意志非常非常单线 他的意志非常非常孤立的 只想那么一件事或者两件事 催眠分为轻度中度和深度 进入深度催眠后 人处于无意识状态 甚至会出现幻觉 但是在催眠治疗过程中 不可能导入深度催眠 甚至中度催眠也很少出现 不过以表演为生的催眠师 往往会热衷于导入深度催眠 为的是让被催眠者做出一些奇怪动作 以达到娱乐的目的 比较容易催眠的人相对是比较感性的人 那是第一个 他潜意识比较开放 不是那么太理性 理性往往就是自我防范意识比较重的人 但是往往就比较难催眠 注意力特别特别集中 而且你注意集中的时间特别保持很长久的人 这种人最适合接受催眠疗法 因为他特别容易最后就进入催眠状态 甚至进入深度催眠状态 这个个人的这个视觉想象能力怎么样很重要 这个视觉想象能力越强的人 进入催眠状态越快 越容易 因为这个想象能力是潜意识的语言 潜意识是用画面来跟我们沟通的 我们做梦的时候都是画面 基本上没有语言 催眠术诞生于1775年 200多年来 他一直小规模的参与传统医学治疗 1883年 弗洛伊德最终放弃了 他花费四年时间学习的催眠技术 因为他发现催眠术并不适应于每一个人 1995年 在催眠技术发展了220年之后 英国成立了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国家级催眠师协会 而在中国催眠治疗技术直到现在也没能大规模的介入人的心理干预 2002年 肉体没有思想 你的思想是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的每一步 每一个环节 都如此地记录在你的肉体上 催眠治疗的工作原理 基于对人体显意识和潜意识的认识之上 显意识就是我们能够了解能够说清楚的部分 比如我们的性别和年龄等等 然而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个性怎样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等等 这些问题就属于潜意识了 潜意识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理智 逻辑判断和思维能力 而潜意识就是我们埋藏在心底的天赋与真实的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人在面对一些困难时 道理上都明白 但就是无法改变自己 因为潜意识会阻碍外界对潜意识的干扰 所以要想做到改变 就必须绕过理智的防线 1999年上映的影片《黑客帝国》中 莫菲斯训练尼奥的片段 就涉及了理智对潜意识的干扰 尽管尼奥已经知道这些高楼是电脑里的虚拟空间 并且莫菲斯已经跳了过去 现在他只要放开理智的恐惧 同样可以做到 但是当他真的跳时 理智还是发挥了作用 他限制了潜意识在虚拟空间的飞跃 好的 来吧 没问题的 放开思想 放开思想 没问题 来吧 了解了人的理智和潜意识的关系 所以就不难理解 大脑有一部分 东西就非常非常出于性能状态 可是其他的部分都出于非常意识的状态 这个时候 他那些工作 工作的方法 大脑工作方法就跟平常不太一样 他就会是很容易绕过他自己原来想的一些意识反反机制 然后就 你如果是为了给他做治疗 那你就要相对维持这样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因为这个半梦半醒的状态 他的理智还是清醒的 只不过呢 他原来的模式不运作了 这个是个宝贵的自我学习的空间 我们作为治疗的事就是要把握住这个宝贵的 短暂的自我学习的空间 把它尽可能的拉长 让他有机会自我学习 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都不给答案 在忙碌中 在不断的忙碌中 始终保存着内心的那种快乐和喜悦 我们曾经做过 这个北京在这个2001年到2003年之间 平均的收入比例每年上升百分之十几 11到15这样是这个 可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就叫快乐指数 从2001年到2003年之间 快乐指数每年下降百分之十几 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抑郁症患者的数量已高达2600万 抑郁症的病发率在中国人口中 约占3%到5 会有10%到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选择自杀 最终导致自杀的这个几率相当高 因为他本身就是性癌癌症 就是你不选择自杀 这个身体啊 正义系统也会发生混乱和病变 解析温饱问题以后这些东西 钱和快乐不成证据 有些人穷怕了 拿着钱放在床上 睡在床上 对吧 睡在钱上 他就觉得安全了 银行都不愿意沉 甚至有人把这个钱放在罐里 放在床下面 还不行 放在枕头下面 等着睡觉 也不行 最后怎么着 揉着 一定要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转身即死 拥有了就会失去 拥有这个事情 然后 这个贪婪 导致了你想占有更多 对吧 你要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 为什么不快乐 内心他的意识是没有得到成长的 所以这个人的灵魂的高下 并不起却于他的财富的多寡 不一定 越优秀越作业的人 就永远都充满自信 当你爬到了一定的高度 往上走不了了 反而更容易打向你的自信 这些还在山脚下的人 他往上爬的空间还很大 看板 往上走 走到半山腰 越往上走 每迈一步都很难 这个时候他的信心更容易被打击 因为退又退不了 进又进不了 从事催眠治疗的六年多时间里 徐静东唯一的一次失败记录 就是治疗抑郁症患者 他把抑郁症称作人类灵魂的癌症 这种病症最好在出现苗头的早期 及时进行干预 你一开始不愿意打电话 给你的朋友沟通跟交流了 你一开始喜欢一个人走出来 然后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多梦了 吃饭呢 也没胃口了 这个时候 其实是很比较明显的 心理最先适合的症状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掌握一些 简单的调解情绪的方法 如果发现自己变得有些不快乐 那么不妨按照徐静东推荐的方法 试一试 经常跟人群 跟正面积极阳光的人 更多的接触交流 人跟人在一起多沟通多交流 就会有新鲜的能量和信息的沟通交流 会冲击你的负面信息和能量 从别人的生命状态中 看到希望 这是第一 第二 自己更多的在人际关系当中 在社会活动中更多的付出 贡献 那你就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对自己就会有信心 我喜欢和朋友和我们在风骨特区 今日有举手 有心就像风骨酒 一滴在心中 让情更有情 风骨特区 五个经验丰富 来自不同国家的宇航员 为了同一个目的 来到远离地球的空间站 在浩瀚的太空 他们有着怎样的感受和领悟 是什么让他们向自我 奥向在未知的宇宙空间 超越太空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我会员 王 我会员